大家好,我是杨龙助医师 我是Monica 欢迎收看我们的频道 来时,上次我们有一集影片专门讲的是 太湖大学吴琼智老师针对新冠病毒 有一个中药的配方叫做柴玲汤 是的,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跟大家示范 或是仔细的说明一下这个 无门业方柴玲汤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配方 很感谢太湖大学吴琼智教授 把这个配方及他的用量和临床加减 毫无保留地交给我们 现在我教大家怎么用柴玲汤 而且告诉他为什么可以这样用 然后对中医有一定基础的人 还可以买10副20副 在家里背着,以背不时之需 因为我记得好像您上次有提到柴玲汤 柴玲汤其实是小柴玲汤跟五菱散的加减 五菱散 所以其实小柴玲汤是一个原来既有的方形 是的 那五菱散也是 对 但是把这两个既有的方形做一个结合 那它的用量会有一些加减是吧 对,那小柴玲汤的核心呢 是柴玲配黄芹 比例呢是八份柴玲 三份黄芹 小柴玲当里还有其他的什么滋补药 什么人参啊,大枣啊 这种私逆的药呢 它可以让人体的免疫反应加强 嗯,有的时候是好事 有的时候是坏事 所以呢,为了避免坏事的发生 比如说本来是轻症 因为吃了人参免疫增强 变成了高烧不退 心慌气短 对,这样我们就把人参红枣 这些滋腻的都给去掉了 只用小柴玲当中的柴玲和黄芹 比例是三比八芹 具体是二十四克柴玲和九克黄芹 就这两个药 那其他的我们都不放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精华 用完小柴玲汤呢 它还要合上五菱伞 五菱伞的组成呢 是桂枝、白竹、锄林、猪林和则蟹 它的用量呢 几乎就是五菱伞 圆芳不变量 但是桂枝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吴老师说呢 它的用量是三到九克 我们怎么来判别 我说哎呀我们只是 不是专业中医 但是我又想保护家人 我怎么能学习在家里这样用呢 如果您的嗓子变疼的话 像变干变疼 然后很疼的时候呢 桂枝就变成三克 如果你的嗓子觉得比较干不舒服卡卡 不是很疼的现象呢 就可以用到六克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嗓子比较疼的时候 桂枝三克 没有那么疼 只是卡卡就六克 对 但是其他的配方不变 对 像白竹啊 茯林啊 猪林啊 还有泽蟹 都是九克 或者是十克 它是帮助身体去湿的效果 所以只有在桂枝这个部分 可能有加减 对 如果有的人说 哎呀我嗓子又疼又热又干 那就可以变成一克的肉桂粉 Cinema 来吞服 这样的话也可以帮助 所以其实 嗓子程度越严重 这个要用量越减 对 甚至不用把桂枝变成肉桂 一克的肉桂粉吞服 在和药煮好药以后 撒上这一克肉桂粉 喝下去 柴林汤 无门的柴林汤 和普通的柴林汤 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的最大的亮点 就是下面介绍的两个药 一味呢是时尚板 一味是脸翘 嗯 嗯 时尚板呢 是专门针对肺部感染的 一个药 像这coronavirus 它为什么和普通的肺炎不一样呢 是因为 它的这个细胞 它的这个肺部感染以后呢 它是 人体自我保护功能生出的一些粘液 不在肺泡里 而是在肺泡的监制里 所以这就为什么很多病人 它的症状是肝咳 无痰 是嗓子疼 所以有一些传统的 就是中医师就会认为 哎呀肝咳是阴虚 其实是不是的 是因为冠状病毒这个特点 就是这样 它专门是让你在肺泡 尖制当中生成这些粘液 嗯 这种所谓的痰和湿是一般通过咳嗽 呼吸道是排不出来的 啊 然而我们时尚摆这边药呢 就可以帮助 它这个吸收 配合五菱伞 然后它是来杀菌 然后五菱伞来帮助把这些 肺泡间这样的水给带走 这样的话才不会形成呼吸困难 心慌气短的更严重的症状 嗯 然后链翘呢大家很熟悉啦 银翘伞呀 然后它是广浦抗菌药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呼吸道粘膜 不被细菌这个virus 侵犯到这种细菌啊 它是跑到你的病毒啊 它是跑到你粘膜里 然后穿透你粘膜才进去的 所以呢 这个粘翘呢 它是在你的整个呼吸道屏障 有个屏障 有个屏障就好像一个盾甲 嗯 不让它穿透你 保护在里面 对 然后不要进到身体里去 嗯 那比例呢 是30克时尚摆和30克粘翘 用量比较大 但是有的时候 嗯 针对肺部的感染 量大是必要的 嗯 如果你量小是不起作用的 所以杨医生可以再帮我们 重复一遍 五菱散的话 比例就是跟原来的配方差不多 对 五菱散比例是像 择蟹啊 猪磷啊 茯苓啊 茯苓 白竹的比例都是一样的 9克或10克 嗯 然后主要注意的就是 贵枝根据烟布的疼痛感 适当调节它的量 然后最最保险的方法 就用引火归原的方法 把你这嗓内的火归原 归到你的肾去 叫用肉归 就是一克的肉桂粉 在煮好中药以后 撒在上面裹好 然后就喝下去 嗯 这是最保险的方法 柴虎 24-25克都可以 房积是9克 嗯 然后呢 30克食尚板 30克零翘 这样组成的基本用方 但是 其实 coronavirus的病人 在临床上表现是多种多样的 有的人呢 他几乎没有症状 只有这两天疲乏想睡觉 对 这也是免疫系统开始慢慢松懈被病毒侵入以后 免疫系统有一个认知到识别到开始准备打仗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有的人是咳嗽 痰多 痰多 痰多是因为他可能以前支气管都不太好 他那些脸也不是肺泡兼制出来的 是支气管或气管炎 就是炎症造成的 还有些人会有些低伤的状态 或高伤的状态 我们今天介绍的柴灵汤 主要是面对轻症 中医辨症的分型是 湿大于热的状态的病人 清症 那如果中毒的话 中毒它一般是发高烧 比如说38度5啊 或者是39度啊 这种人 然后他就应该用我们无门炎方的另外一个方计 叫炎柴消毒丹 用这样的配方 那大概要吃多久 清症的配方呢 一定要吃14天 这种抗病毒的药它是都有疗程的 如果你只吃了10天 你那意思是说 吃死如果它开始服药 开始就算它症状有缓解 或是甚至没有症状了 它都要吃完整个疗程 对的 我们要把这个病毒彻底杀死 不让它就是在你身体里继续壮大发展 那您刚刚说的那些比例是一铁药的比例 我刚才说的那个是一副药 基本上可以分早晚两次 如果你发烧 其实我治疗轻型的新冠病人呢 目前已经治好了30多位了 就感谢我的老病人对我的信任吧 因为刚开始用药我是不太靠谱的 谁都没有接触这个病 我只知道我老师的经验是对了 治好了30多位 目前找到我的轻型的患者呢 通过远程的就是微信看舌疹的状态 都要帮他们治好了 然后所以呢 这个病一定是要有疗程的大概是14天 所以就是刚刚的比例 如果说要去抓药的话 等于说刚刚的比例抓14副 对 然后如果您熬药 有的人不是熬药专业 又不是机器熬的 所以他可能会熬的多一点熬的少一点 没有关系 你呢 可以熬多了 可以分三副嘛 早中晚喝 再熬多一点 早中晚下午再多一顿嘛 等于说 刚刚那个比例就是一天要把它喝完 那药的浓淡倒还好 对 但是注意的是什么 大家要一天四次测量体温 帮助我跟踪您的病情 是 因为这种瘟疫它的特点是 表面症状缓解 其实它是在你的身体有喘息的机会 在慢慢的悄悄的发现 就是慢慢壮大它的队伍 所以呢 表面上我的药吃完了 好了 心不慌了 头不疼了 不咳嗽了 然后也不发生了 有的时候是假象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一天早晚测四次体温 早上建议在八九点钟测一次 中午呢 是一点 十二点到一点之间测一次 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测一次 晚上九点到十点测一次 然后记录下来做一个比赛表格 跟踪自己的体温状态 基本上 大多数被我治愈的病人都是 看着那个就是下午四点钟开始 三四点钟开始有点小低烧 然后吃六到七天药以后 那个烧就退了 慢慢慢慢持平 而且真正到确诊的就是 除了您可以去核酸检测 证明他阴性这个病毒治好了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脉搏 次数和自己的舌头的变化 来断定这个病毒 是不是被疫网打尽了 但是病毒啊 他因为人体各异 他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啊 体质啊 遗传基因不一样 所以他的表现不仅仅就是 停止于什么咳嗽什么 有的人还有腹泻 有的人还有想呕吐 有的人心慌气短 有的人头疼头晕 然后不管怎么样 这些还是要在专业医师的基础上 指导下进行加减的 比如说有些人合并腹泻 他就要再加三十克葛根进去 有的人心慌气短 他心脏本来就弱心肌 他胖腹的力量本来就小 可以事先截断 加十克浴巾和十克的十昌谱 这些呢 都请大家咨询您身边的 专业的中医师 而且如果大家还有进一步的疑问 在用药期间可以给我们留言 然后我会尽可能的回答大家 好那我们今天就影片到这边 谢谢杨医师 谢谢大家 一般呢我们在诊所是给病人准备好的一袋一袋的中药 病人在用之前呢平时是冷藏在冰箱里 然后喝之前呢就微波炉加热三十秒 或者是用热水泡一下 等他的温度变温了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一袋是100cc 如果你只是就是保 用预防 比如说很多人还要去上班的人群不得已 还要去上班的人群他就可以预防 要喝14天 然后早晚就可以 所以预防的话也是可以喝这个 对的 然后如果呢需要治疗的话呢 他就是一天要三次啊四次啊 甚至更多次服用 这个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般是根据您身体的体温变化来决定的 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说 一天要测四次体温这样的话 有助于您的医师帮您 就是跟踪您的病情变化 要不要试一下 好啊好啊 我是不是预防 对就预防咯 神龙藏百草 现在莫妮卡被大家试药 就是100cc 对 闻起来其实还不错 有点凉凉的感觉 它有开窍 对啊 感觉怎么样 一点点苦苦的 然后 我觉得有凉凉的感觉 是不是有 而且好像 好像会有一点点回肝 是 对 因为里面有 肝草大概就是6克左右 嗯 所以我可以咕噜咕噜把它回 对 不要浪费 慢慢品尝 嗯 真不错 好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如果您对新冠的这个中医治疗 还有什么问题 或是你有什么心得的话 你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给我们留言 嗯 我们尽快的回复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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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